新冠肺炎疫情趋缓 但是流感疫情升温 今年流感疫情打气明显升高 含增购疫苗大约76万剂 截至11月18号施打率达到了91.7% 流感疫苗是不活化疫苗 民众可以安心接种 而新冠次世代BA.5疫苗问世 19号将开打 如何选择也成为民众关注一体 疫苗打好打满 新冠肺炎疫情虽下降 但流感升温 今年流感疫苗打气升高 中央在增购配播2万多剂 共76万2千多剂 台中截至11月18号施打率达91.7% 目前各区都还有疫苗库存 互约符合65岁以上的长者 以及6个月以上幼儿 尽速完成接种 接种率非常的踊跃 我国使用的4架流感疫苗 是依据世界卫生组织 对北半球建议更新的病毒株所组成 保护效力与国际各国的状况相同 流感疫苗是不活化疫苗 可以和其他疫苗同时接种于不同部位 在流感疫苗保护力方面 需适合当年流行病毒株是否符合 而平均保护力效果达30%到80% 那如果有猜中今年的流行的话 那个保护力是可以从40%到60% 那如果万一你感染的行别 病毒的行别 是不在今年预设的两个A两个B里面的话 其实也有交叉免疫力 大概30%到50% 最新引进BA.5次4代疫苗将在19号开打 而民众困惑疫苗将如何选择 一是指出莫德纳的次4代疫苗 BA.1与BA.5 疫苗所含的新冠肺炎病毒原株都是一样的 单位剂量都是25毫克 可增强免疫系统中T细胞功能 预防中重效果能达9成 不同之处是BA.5 针对现在台湾流行的新冠病毒 BA.5有保护的效果 不管几岁的群族疫苗保护力会随着时间下降 疫情还没有看到尽头 因此疫苗涵盖日依然是关键